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跟台湾合作 台北市长柯文哲现场 强调交通 医疗 学校 游游卡跟公宅 是迈向科技都市的最重要关键 新北市三重鲜色工 捐赠了14000公斤的白米跟500份的普渡公品 委托三重区公所 转收给移收家庭跟育幼院 新北市的观光旅游局 最近推出了九份跟平邻的轻旅行 五条旅游路线带游客朋友 走访山城美景 还能够奉奋脚步体验品尝文化 新闻开始 带您看看在台北市市大运办的 风风光光的同时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盛典 WCIT2017世界资讯科技大会 今年在台湾主办 我们带您看看总统蔡英文 经济部长沈荣金 跟台北市市长柯文哲等人都应邀出席 蔡总统在自此强调 欢迎全世界跟台湾合作 柯市长是强调了交通 医疗 学校 悠游卡跟公宅 绝对是迈向科技城市的最重要关键 身穿银色科技IOT穿戴式装置的舞者 随着音乐摆动 背后的大一幕浮现色彩缤纷的 影像科技艺术 与舞者进行互动 象征人性与科技在台湾完美的结合 就连应邀出席的总统蔡英文 都向全世界喊话 欢迎来台合作 台湾正在从硬体代工 跨入智慧应用的创新领域 我们欢迎全世界 从事IOT 工业4.0 或AI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到台湾 跟我们本土的供应链结合起来 发展出更多创新的数位产品 跟应用的服务 台湾走向绿色的城市 以智慧的城市的一个 具体的展现 从以上所示 台湾人的一个情分 合作的特质 是国际大厂最佳的一个合作伙伴 第21届WCIT世界资讯科技大会 今年在台湾举办 这是继世大运之后 台湾另一个向全世界发声的科技盛典 共计80个国家 3000多位嘉宾参与 场面相当盛大 WCIT在17年后再次重返台湾 我们希望台湾让它从一个硬体的代工国家 变成一个应用数位的国家 那今天这个就是一个让全世界数位的产业 这个地方交流合作 吸取经验来开发它的新能量 特别是张克文哲表示 交通 医疗 学校 悠游卡以及公宅这五个重点 将是资通讯科技管理都市的重要关键 而他也因为悠游卡目前还不能够第三方支付 直接点名金管会应该转变成为金融服务会 柯市长不惜在总统面前抱怨 就是希望争取中央支持 让台北市早日实现科技都市的目标 开播到台北市的新闻藏的话 采访报道 观众朋友您知道吗 台北市建政最繁华历史的街道在哪 这是大稻城 而随着观光客越来越多了 当地店家也期待建立行人徒步区 因此交通局在今天也宣布 从九月份开始 延续四个礼拜天要进行试办计划 如果民众反应良好的话呢 将渴望成为台北市第七个行人徒步区 成兴上乡祈求天赐好姻缘 迪化街峡海城隆庙远近驰名 许多国际观光客慕名而来 加上这里又是中药 雇业 及南北货批发的集散地 逛街人潮不少 因此地方人士经过多次讨论后 决定在这里试办行人徒步区 因为观光客很多 那现在是没有管制 没有管制会造成这个人车增到 我们地方上包括里长也好 或者是我们迪化商圈发展促进会 他们都一些商店都 店家都很希望能够试办 就能够办假日行人徒步区 试办期从九月份开始 连续四个星期天 早上十点到下午五点 禁止车辆出入通行 范围是迪化街一段 北起归随街 南道南京西路部分 做徒步区的程序 你要先做一个 就是汽车车的管制 然后经过民意调查以后 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话 我们才会去做徒步区 为了避免交通受到永久性的影响 试办期结束后 会再进行意见调查 如果反应良好 店家居民觉得可行 之后才会向都发局申请 渴望成为台北市第七个行人徒步区 凯博大台北说的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道 增加民众朋友们的税务跟法律知识 我们带您看看新北市市政顾问 黄桂兰跟卢州民众服务社合作 举办了一场讲座 现场民众赛报会场 民众排队签到 准备聆听专题讲座 气氛相当热络 为了增加民众税务 及法律方面的知识 新北市市政顾问黄桂兰 与卢州区民众服务社合作 特别在陆江国中 举办工商企业经营 及法律常识宣导讲座 由于参与踊跃 民众几乎挤报整个会场 我本来想说办这个活动 是不是来参与的人会很少 没有想到FB一PO出去 150名就全部都报满了 后面还有很多人要参加 都没有办法报名参加 我想这种法律讲座的部分 尤其是税务及我们的民法 我想我们的民众 他们都是很期待 听到有这个活动 我就近来报名参加 经济不好的时候 大家了解一些法律的问题 这次讲座 请到郑鸿辉会计师 和简成游律师 分别为民众讲解 最新的税务制度 以及常见的法律问题 通常这两位大师一出马 一堂课至少要上万元 但在这边则是完全免费 今天要讲的 就是说这些个人 最关心的一些税务的问题 比如说个人缴税 为什么有人开启会缴比较少 或者是这个 这个遗产税 赠余税 他最近已经有去调整 还有一些我们去出国 跨国的一些税的问题 给民众要带来这些观念 第一次举办专题讲座 就这么受欢迎 黄桂兰相当惊喜 他表示 未来会持续举办 并选择更大更舒适的场地 来满足民众求知的欲望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道 而同样人气相当旺的 还有新北市三重鲜色工 每一年都结合了信众爱心 捐赠了大批普度物资 关怀弱势的朋友们 算一算 今年总共捐出了 1400万台金的白米 以及500份价值上千元的贡品 将要全部委托三重区公所 转正给低收户跟育幼员 三重鲜色工广场 堆放大批的物资 这些都是信徒在中原普渡后 自愿留下来的 包括14000台金的白米 以及500份价值上千元的贡品 除了委托里长发送给 三重区的低收户外 也预留一部分关怀弱势的育幼院 我们每一年 在这个七月中原普渡以后 很多善信 他们把他们的贡品都留下来 今年我们这个白米 大概有14000台金 那个贡品价值1000块的贡品 也差不多500份 我们分送给 除了我们三重区里面的低收入 我们透过里长来转正以外 我们也送给很多的这个 一些育幼院 需要这些贡品的 我们都用专车送到他们的育幼院里面去 对于仙社工长期关怀弱势的散举 三重区长刘莱通 和前来载运的里长们都相当感激 我们仙社工在这个普渡之后 把他们的一些这些贡品 然后也透过区公所 然后我们再转过各个里长 针对我们三重区这些弱势的 尤其是低收一二款 能够得到一个帮助 那非常感谢仙社工 做这样的善行依据 善行的人士建出来 让我们地方的里长拿回去 每一户的 那中低收入很需求的那个 所以啊 三重是旧社区 很需要 大家也知道啊 所以 三重啊 很有感情的 很感谢你们 谢谢 香火鼎盛的仙社工 凭治照顾弱势不遗余力 这次更结合信众力量 捐赠大批普渡物资 希望在物价高涨的年代 能带给弱势族群一丝温暖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如鲁红采访报导 接下来 让我们带您把新闻的焦点 转回台北市 而先前市政府是计划 在信义区的三星段 六张里的营区 盖工营住宅 不过当地的交通已经够乱了 不但机车阁被停爆 而且到处都是违规停车 因此议员说盖工宅 恐怕会让交通的问题更糟糕 不过当地的居民要求 一定要先解决 当地机车股的乱象 再来谈盖工宅 巷道里左右两边停满机车 停车阁一味难求 这样的机车股乱象 几乎天天在信义区 无形街上演 但北市府还没解决交通问题 却已经计划在附近盖工宅 未来再有三千户入住 当地交通停车乱象 恐怕只会更糟糕 往北的方向装进入 225项 回堵到几乎30公尺 周边所有这个基地的几个里 所有的几万户 我们的印象 这40年来到目前为止 交通是没有改善的 由于工宅基地紧邻北一 平常车流量就很大 尖峰时刻更容易塞得水泄不通 面对民众反弹声浪 北市府不设法改善交通问题 反而要先召开公厅会 还选在只能容纳191个座位的场地办理 市议员王洪威痛批 根本是便宜行事 大家这么关心的案子 只选择了整个席位 191席的一个场地 这是没有诚意 这是想搞黑箱作业 这是想让民众不要来参加公厅会 其实我们已经在八月份 已经把这个交通整整计划 都已经做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对于一些 机车位的试出 在台北医学大学这边 那另外也有一些停车位的部分 我们会用这个公宅 还没有开发的基地的 平面停车场 那做一些临时停车 王洪威呼吁市府应该展现诚意 先整顿当地交通 开辟停车场 解决当地机车鼓乱象 等到民众有感后 再来举办公厅会 才能真正落实科批的公宅政策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游祥亭采访报导 在过去电视电影不发达的年代 《皮影戏》曾经是相当受欢迎的 民间娱乐活动之一 我们回来带您看看 台北市大安区的龙升里历长沈凤云 举办了文化在巷子里的活动 让大小朋友们观赏接触皮影戏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是不是一只鸽子背着高丽菜 那是环保标章 你看这边有说环保啊 你看全天然这样就好 不是吗 有环保标章才是对健康好 对环境好 而且经过政府厌城通过呢 最好还是上预设生活咨询网 台湾人 你们真的很在意环保耶 欢迎您回来凯布大台北市卫新闻 观众朋友是不是经常觉得 现代人生活忙碌 很多时间放假 也没有时间规划旅游呢 我们带您看看新北市的观光旅游局 推出了两个行程 这是酒粪跟平邻的轻旅行 有五条旅游路线 带游客走访三层美景以外 还能够放慢脚步体验品茶滋味 远离城市喧嚣 悠闲漫步在茶园步道 尽情享受慢活 新北市平邻区的好山好水 绝对是忙碌都市人的好去处 而同样跟茶有渊源的酒粪 虽然不产茶 但半山腰的茶楼 随着电影悲情城市而兴起 更是日本人来台首选 结合茶香和美景 新北市观光旅游局 推出轻旅行 带民众探访三层景点 这次有非常多包含平邻 包含酒粪都有很多种不同的 从个人的自由行 到茶卷的买卖 到小团体的旅游 到大团体的旅游 我们希望可以提供 国内外游客各种不同样态的 旅游样态旅游方式 要让游客体验在地特色 新北市府规划三大主题 五条游城 出了闭逛的老街 到平邻南三寺 可以感受日出云海 还有茶师亲自导览和品茶体验 另外到酒粪 则是可以探访矿坑秘境 也可以走进茶屋 边喝好茶 边听其老 细说酒粪故事 原论甘醇有活力 这股就是我们平邻 清香有活力的好味道 推广茶香文化 市府找来酒粪平邻当地茶师 亲自示范如何泡出好茶 平邻区长施明慧 也为自家茶叶挂保证 欢迎民众一起到平邻酒粪品茶 顺道走访当地的私房景点 享受慢活的乐趣 台坡大台北书的新闻 邱世民参谎报道 而除了新北市发展观光以外 带您看看新北市 有一种活动 叫做动健康推行有成 而为了让身怀绝肌的长辈们 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新北市市长朱立伦宣布 在今年动健康 需要进军电视转播 邀请长者们踊跃参加 爱动争霸战 不但一起拼创意尬健康 还能够争夺六十万元的总奖金 艺人白冰冰 带领大家一起跳广场舞 享受动健康的乐趣 现场气氛相当嗨 新北动健康推行有成 为了让身怀绝技的长辈们 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市长朱立伦宣布 动健康竟然要进军电视转播 将邀请长辈们来一场 爱动争霸战 有很多的长者 动健康一两年之后发觉 我有好多的创意 好多的想法 如果让我动的不一样 动的更健康 然后我们让他 能够来展现他的才华 来表现他的所有的才艺的话 然后我们又跟中士来合作 让很多的优秀才华的长者 能够到电视台来表演 那我想这是一个 很棒的一个争霸战 艺人白冰冰除了为活动 站台造势外 也大方分享自己的养生之道 鼓励长辈们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并且要吃得好 睡得好 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大家都在谈养生 你不养生 你就会养医生 但其实当你谈养生的时候 你就是老了 不必特别谈什么养生 其实你只要吃得下 睡得早 排得出来 一直学习新事物 你自然就是最棒的养生 凡年满65岁或原住民55岁 涉及或居住新北市的个人或团体 都可参加选拔 朱立伦欢迎长者踊跃报名 一起拼创意 尬健康 争夺60万元的总奖金 凯博大台北四位新闻 在今年新北市卢州区一名孕妇 在七月底在成功消防队的两名救护员的接生之下 顺利的生下宝宝 而适逢满月 产妇跟家属是特别的送油饭 表达诚振的感谢 我们带您看看身为三重益销分队长的新北市议员陈启能 对于两位同仁们 他们临危不乱的表现 不但高度肯定之外 还发了红包 刚满月的女婴 在妈妈怀里睡得香甜 丝毫不受外界干扰 卢州区一名孕妇 7月31号清晨突然腹痛难耐 成功消防分队队员陈天行 中明红获报到场 发现孕妇羊水已破 婴儿的头已快露出 必须立即现场接生 虽然两人都是第一次接生 但凭着平日扎实的训练 总算不慌不忙 顺利完成任务 经过我们现场评估之后 已经开口已经约四指 所以评估必须要现场进行接生 所以我们有跟家属 跟还有产妇进行沟通之后 在现场替他们做接生 就是按照平常的训练 然后准备机场包 还有单架床 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接生 那过程还蛮顺利的 也恭喜这位妈妈 得到一个健康的宝宝 非常感谢他们的专业 对 然后他们真的一点看不出来 他们都有紧张 然后一听到他们是第一次接生 我自己也吓一跳 对 因为真的太专业了 适逢宝宝满月 产妇及家属特别资政满月油饭 表达诚挚的感谢 身为三重益销分队长的 新北思源陈启能 对于两位同仁临危不乱的表现 除了高度肯定外 也颁发红包予以加免 我们非常肯定 我们两位同仁 在这种紧急状况能够处置得宜 那当然这个接生工作 也有稍息危险 但是因为该两员的专业 虽然是第一次接生 但是也非常顺利的 完成这个任务 消防队凭置勤务繁重 除了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有时也会遇到较特殊的案件 这次能亲手感受新生命的诞生 两位消防弟兄内心都充满喜悦 相信会是他们难忘的工作经历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罗伦宏采访报道 而在过去电视电影 媒体不发达的年代 皮影戏曾经是相当受欢迎的 民间娱乐活动之一 我们带您看看 在台北市大安区的 龙升里里长沈凤云 也特别举办了一场活动 叫做文化 就在巷子里面 让社区的大小朋友们观赏 甚至亲自接触到传统的皮影戏 乌鸦得到一块肉 被狐狸看到 狡猾的狐狸费尽心机 让乌鸦得意忘形地唱歌跳舞 最后乌鸦不但失去了那一块肉 连自己也被狐狸抓到 有名的预言文学 在大安区龙升里的瑞安公园之内 用中国传统戏曲方式呈现 让大小朋友们认识 结合民间工艺跟戏曲的电影始组 皮影戏 我想这些的文化呢 透过我们的里长 能够把这个文化活动 有看过也没有看过也没有关系 至少它可以让大家 丰富我们社区的文化 这是皮影戏给我们带来 很有文化的一面 像我的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 也曾经请 我们有社团活动 请老师来指导小朋友 做皮影戏的制作过程 让小孩子认识皮影戏 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文化 但是这个文化呢 大家都遗忘了 都断层了 所以我们今这次呢 特别请到的那个 从南部上来的这个皮影戏 华州皮影戏来表演 希望能够挑起这些 里面的回忆 利用灯光照射原理 将指友或皮友 在布幕建构成的影窗上 影射出来 对孩子来说 这片小小的影窗 是同志心灵的大游戏场 而为了满足观众的好奇心 戏团也特别开放后台 让民众亲身体验 我们不限定什么样文化 对这个好的文化 我们都愿意来传承 愿意来办 给大家了解 多元文化 就是跟单调文化 不同的地方 为了让前往欣赏 传统戏曲的左邻右舍 能有双重感官享受 包括客家粽 麻糬 仙草等等点心 龙森林长沈凤云 都打方分享 一场借由光影 来表现戏剧魅力的艺文活动 也让很多平常不认识的 后促逼 生活开始有了交集 也让艺术走入生活 记者顾灿泳 蔡文部导 虽然台湾治安良好 不过提醒观众朋友 目前跟踪骚扰的案件 还是不断地发生 根据现代妇女基金会统计 每八个人 就有一个人曾经被跟踪骚扰 而且90%多是熟人所为 不但严重干扰到被害人生活 而且还可能受伤致命 拿起符咒贴在鬼魂看板头上 希望驱逐像背后铃一样的跟踪骚扰嫌犯 让人生不再卡到阴 因为被跟骚的危险性 其实比你我想象的还要大 我们一般的行为 你可能还可以预测 还可以掌控 还可以预防 可是跟踪骚扰不是 他像我们 我就做了这个研究访谈 妇女就告诉我说 他真的不知道 他每天就战战兢兢 他不知道他走出门 在哪里会碰到什么事 那个人在什么时候会出现 然后会用什么手法 那手上会不会带刀 跟踪骚扰者 可能会违随你 配合农历7月到来 现代妇女基金会特别制作 应景动画 KUSO表达跟踪骚扰 只有被害人感觉得到 外界难以了解当事人的处境 加上现代科技进步 利用email社群网路跟踪 更增加被害者的心理压力 我们农历真的是鬼月 那鬼月的话 所谓的这个鬼魅缠身 挥之不去的这样的梦魇 就是一个被跟踪骚扰的 他们最大的一个经验 基金会除了宣布 每年农历7月 为跟踪骚扰拜拜月 号召民众认识跟骚议题 也呼吁立委诸公 能尽速制定跟踪骚扰防治法 阻止加害者行为 避免伤害持续扩大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由翔廷采访报道 一旦近视未加以控制 可能变成高度近视 近视越早 度数增加越快 高度近视机会也变大 高度近视 亦产生相关并发症 严重可能导致失明 提起您 二不三要护眼原则 做好孩子的视力保健 多到室外 减少近距离用眼的时间 预防见识的发生和恶化 卫生福利部 国民健康署关心您 欢迎您回来 凯博大台北数位新闻 台湾豆米的品质优良 成功行销国际 在近年来 是有越来越多 年轻的农友们 返乡加入重道的行列 我们带您看看 为了推广米食文化 台北市政府跟农会合作 9月16号 只要您到花博公园农民市集 就可以尝到米饭的品尝评比了 刚出炉的白米饭 不只香气诱人 吃在嘴里口感Q弹 让人忍不住一口接一口 豆米是台湾人的主要粮食作物 近年来更有许多年轻生力军 返乡物农 从使用化学肥料的惯性农法 转型为有机栽培 在台湾东部的宜兰和台东 种出优质米 行销国际 池上主要是以高雄139为主 那我们是以市地市种的方式 去栽种它 那刚刚他有提到说 以台东山石 台东山石是官山在那边栽种的 那池上是以高雄139 那它的口感就是好吃 我们采收下来以后 我们又维持在10度以下的一个低温 所以然后我们再出来 我们在市集来贩卖的时候才现年 所以你看我们拿到我们几乎都是两个月内新年制 最新鲜的一个米 那所以你吃到米就像刚从稻子上面采收下来的一个口感一样 是非常的好 依然到座一年一起 台中先10号品种保留稻米鲜度 台农82号则是保留米肤成 锁住营养成分 口感更可媲美日本月光米 而台东池上的高雄139号 因为栽种环境好 米粒相Q可口 要推广台湾优质的稻米 台北市政府和农会合作 9月16号要在花博农民市集举办试吃评比 多达十多款的米饭 要让民众一次品尝 参与评比的白米饭 每款都经过层层把关 确保民众吃的安全 也希望以消费者的观点 票选最佳的稻米品种 市府当天开放50组民众 担任品尝课 详细报名资讯 可以上台北花博农民市集 脸书查询 凯博大台北苏维新闻 邱世民采访报道 中秋节即将到来 观众朋友是不是想要尝尝 好吃的月饼呢 营养师提醒大家 这个月饼里头是经常含有 很多淀粉 油脂 尤其让糖尿病的患者 是没有办法享用的 不过台北市松山区的 健康服务中心 也特别做了减糖冰皮月饼 也希望透过低卡低脂的概念 让糖友们也能够享用 佳节美食 淡黄色的糯米冰皮 里头加上红豆与抹茶粉 混合的内馅 这个冰皮月饼热量 只有100卡 足足比市面上等量的月饼 少了50卡 比它一颗的热量 大概是80到100大卡 那这个也会根据 自己馅料的选择 或者是自己在制作的时候 糖类添加的多少呢 都会有一些热量的差异 信赛 根据台北市卫生局 105年死因统计资料显示 糖尿病位居台北市十大死因 第五位 松山区健康服务中心 为了让糖友们也能够健康过中秋 特别特制减糖月饼 希望让糖友们也能开心享受 加减美食 那糖友们应该要定期的接受 治疗跟追踪 并学习良好的生活习惯 管理自己的血糖 那定期接受糖化血色素的检查经 每年眼底跟尿液微量蛋白的检查 是延缓并避免并发生产生的不二法门 松山建福为了照顾糖友 除了定时举办三合一的筛检活动之外 另外也辅导成立了 松山洗口天心园支持团体 希望让糖友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享受美好的人生 开播大台北输卫星文长的话 采访报道 接下来带您关心明天的气象了 提醒观众朋友 明天的温度方面 各地白天的高温大约在32度左右 大台北有可能会发生35度高温发生的几率 不要提醒观众朋友 在今年第18号轻度台风太厉 是持续稳定的朝西北溪方向往台湾前进 而且移动的过程当中 是相当有利于台风持续发展 所以请您一定要持续留意台风动态 还要做好防台准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凯布大台北数位新闻 我是谷灿友 祝您身体健康 试试信心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